2020年以来 海南不断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基础设施建设 加速推动海南新能源汽车的应用和普及 作为海口市首批集中开工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示范项目 2020年6月投用的滨海公园充电站日服务车次可达到400多台 近日项目又增加了19个充电桩 在充电桩建设的过程中 海口做好规划 实时掌控充电桩布点情况 引导社会资本合理步点 世纪公园充电站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还计划在海口站建设5000个左右的充电桩 计划可以服务3万5000辆到4万辆新能源汽车 要把整个海口市的充电桩变成一个充电网 能把我们的充电网能辐射到整个我们海口市的乡镇 让乡镇和我们市区都享有更好的充电桩的服务 三亚市也在充电桩 换电站等项目建设上持续发力 未来将在机场 火车站 旅游景区等地加密充电基础设施 积极推进有投资意愿的社会企业在我市投资建设充换站 截至2020年12月 全省累计建设充电桩2.2万个 公共充电桩916座 换电站12座 总体车桩比达到2.4比1 好于全国总体水平 总体车桩2.4万个